歡迎收看東京走著橋,我是維恩 本系列的影片要來簡介東京的各個區域 介紹他們的位置、特色以及推薦的美食等等 本集要介紹的區域是秋葉園 秋葉園是東京,也是全日本的宅文化聖地 一提到這裡就會想到動漫、電器、扭蛋、女僕咖啡廳等各式各樣的內容 即使是沒有特別喜愛宅文化的朋友 也很推薦來這裡體驗一次風靡全球的日本特有文化 秋葉園的區域沒有明確範圍 不過橫跨了千代田區以及台東區 行經的交通路線有JR的總武線、山手線、京兵東北線 以及Metro的日比古線和竹波塊線 也可以做到都營的岩本町站 宅文化的起源可以說就是動漫與遊戲、養成的各種IP 所衍生的各式產品與服務 而秋葉園正是這些產品與服務的匯集之處 在這裡你可以找到像是各種公仔 DVD 動漫DVD天堂 雷姆 雷姆叫站出來 扭蛋 復古遊戲卡帶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神奇周邊產品 好吃 這裡有著各式各樣的電器行 其中當然包含了最大家的連鎖店 Riku Camera 以及Yodobashi Camera 各種3C產品以及日本熱門的電器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另外 小巷子裡面的獨立電器行 也是挖寶的好地方 秋葉園還有一個全球知名的特色 就是女僕咖啡廳了 在2001年起源於秋葉園的女僕咖啡廳 特色就是店內的服務生會打扮成 維多利亞風或法國風的女僕 並且以主人來稱呼顧客 並提供一些有趣的服務 像是幫食物添加好吃的魔法 簡單的歌舞表演等等 徹底的體現了日本宅文化的有趣之處 就是超乎你的想像 扭蛋雖然有很大部分是動漫遊戲相關的產品 但也有許多系列是扭蛋專屬的商品 甚至成為熱門的IP 在秋葉園除了隨處在路上都可以看到 一排一排的扭蛋機之外 還有這種一整家店專門都是抽扭蛋的店家 並且更新速度很快 每一兩個禮拜過來都可以看到新出的產品 最後就是日本另一個局勢文明的特色 自動販賣機 很常在網路上看到日本各種神奇的販賣機介紹影片 而在秋葉園這裡就有著怪奇販賣機的區域 專賣食物罐頭 玩具 我們買到兩顆球 可以運動囉 片錢餅乾等等的產品 另外也有1000元的販賣機 一次投1000塊日幣 看看會抽到什麼產品 理論上會有大獎 但通常都抽到不怎麼樣的獎品 也有著公仔 動漫產品 甚至是豬排三明治的販賣機 有興趣在這邊真的可以亂買一整天 最後來推薦幾家東橋在秋葉園吃過的餐廳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先不要緊 來吧 我們跟他吃吧 先然後跟我來 來吧 我們會不會是蘇餐廳 我們會不會是蘇餐廳 我們會不會是蘇餐廊 可以做到沒什麼 你會不會有好事 我們會不會是蘇餐廳 溜掉 我們會不會是蘇餐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